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想我呀 我不是有意的 你不是有意的 能平身而出 挺好的 有担当 你谁呀 我是很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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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男人咋的 对不起了 你欺负人啊 想到哪儿了 咱们到医院看看可以吗 你说上医院看就看哪 你叫救护车吧 叫救护车还花多少钱呢 你让他跟我道歉 美女生对不起 我真不是有意的 你别省心 我看你现在就是有意的 你男人他干啥呀 他创我又不是你创我 你别找麻烦行不行 他是我老伴 你老伴咋的 老伴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 你男人冲出来干嘛呀 你威胁我是不是 他说我家人是我老伴 我必须得 得代替他和你相亲解释 没有别的 你跟我解释啥了 你现在站在我面前挺高大个子 你在吓唬我你知道吗 不是没有那意思 你没有意思 你平时把他拦后面 有想到哪儿了 我们到医院看一看 他已经承认自己错了 他的今天就是 我就不饶他 你能把我咋的 就是你的明天 你将来会 这是你的 哎 你啥意思你啊 你就这样走了你啊 对不起 你好意思啊你啊 真有意思 哎 你别给我走了 你别给我走了 你别给我走 不行 现在看吧 我现在脾气不好 一点脾气都没有叔叔 你这哪有脾气呀 叔叔你现在处理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吗 还是说今天是在演 所以说咱们全都兜住了 因为我以为是那个 曾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女孩子我只能这样 男孩子我也首先也是这样 嗯 看那个我看他那个 怎样是男孩子 他要是实在不经理的话 我现在也不能和他那个动 我现在有疼呢 嗯 你过去呀 报警啊 啊 有地方治你 而且吧 阿姨 你一直是说自己是小女人 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当时是 我自己的设想 就是咱俩有肢体上的 这么一个碰触 但是我觉得叔叔 可能意识到 察觉到了 他一直阻止我们俩 有这样的一个肢体上的 一个碰触 我觉得特别好 挺会解决问题的 不是你不想动他媳妇 是你没找到机会 对 受不了 他要是年轻时候这样 他媳妇就不能离婚了 但是我希望姐姐 如果生活当中 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是我们的亏 我们要吃 不是我们的亏 我们要据理力争 嗯 同时躲开是非之地 是最明智的选择 所以你要把你的情况 让围观的人知道 这个不是我们的亏 这个不是我们失礼了 而是对方故意的 让对方知道的时候 让大家知道以后 赶紧离开是非之地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二位 还有啥话要问对方的吗 还有啥说呢 没有 没有了 来 请请 给一点时间稍微考虑一下 好 阿姨 来 先这边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